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這兩天啊,習近平一口氣接見了越共主席之外 還接見了斐濟總理 甚至參加了發展中國家議員研討班成員會 我就在想,中國不是已經全面脫貧 已經成為一個已開發國家了嗎? 怎麼還把自己定義成開發中國家呢? 更是在昨天晚上 與中國奧運隊選手們集體會見拍照 而央視這次也大方的直接給出習近平的特寫以及近景畫面 這後面三場活動央視足足給了18多分鐘的畫面 我們可以發現央視還時不時的給出習近平跟奧運選手們近距離的互動鏡頭 很高興同大家見面 在巴黎奧運會上你們團結一心頑強拼搏 奮勇爭奸不負十分 取得了國國參加夏季奧運會境外參賽歷史的最好的成績 實現了比賽成績和精神文明雙重抽 為組合人民贏得了榮譽 接下來我們還可以看到習近平會見了斐季總理布拉卡的時候 央視也是給出雙方胸上或是特寫的鏡頭在會談之時嘛 報導更是單篇幅長達了三分多鐘 看來似乎習近平跟央視非常在意前幾天 許多人傳演的 腎上是否是個替身啊 因為你都只給修圖後的照片或是遠景的畫面 對吧? 而且你還延遲了三個多小時才發出來 那令各位反賊們的失望還有 像是中國各大媒體啊 人民日報、解放軍日報、東方日報、經濟日報等等 通通都把習近平回歸C位頭版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幾張報紙只有名紙不一樣之外 其他的牌板跟文字基本一模一樣 小粉紅你們還要說沒有黨支部跟黨媒這種東西嗎? 你想想看有沒有可能CNN然後跟FOX的新聞版面 報紙全部都一模一樣 中天跟三立的全部一模一樣 所以習近平不僅不是提升之外 他更沒有喪權 我們姑且不論這個喪權的程度定義到哪裡? 在我定義的認知裡面50%以上才叫喪權 年底換領導人更是不可能的 胡春華年底接任中國國家主席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習近平真的在年底前發生出什麼意外 真的是突發的那種啊 不然根據他的規劃 他還必須執政到2035年了 想想我都覺得開心 但我覺得比較好笑的一點是什麼呢? 小粉紅們是不是要批判一下習近平 他沒有接見香港隊以及你們所謂的中國台北隊 請問是在把香港跟中國台北分裂出去嗎? 既然你們要蹭好蹭滿 把港台的金牌也算進去 你們就要接見發放福利啊 對吧?你們也要發獎金啊 不要說港台很落後 你要確定說這個話喔 連貴州的選手 山東的選手 河北的選手都有見 你說台灣跟香港的經濟條件 比這些地方還差嗎?沒有白嫖這種事情啊 還是說你們生活中都是這樣啊 員工白嫖薪水躺平 每天上班三個小時 老闆白嫖員工時間 讓員工上班12個小時 點外賣常常氣單 不然就是吃飯不付錢 然後再跟這些老闆們 員工們 外送員們說 中國人不騙中國人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當初羽球決賽你們不是都說 唉不管台灣贏啊中國贏啊都是中國贏啊 發錢啊接見啊 我們確不確實是一回事 你要先對我們發出邀請 我們才知道你要接見了 對吧? 而現在還有一條新的傳聞出來了 習近平在消失21天之後啊 與月共主席會見中首度露面 那有些網友發現 習近平的髮型好像怪怪的喔 表示沒有人會這樣剪頭髮 也沒有人會這樣剃頭的 習近平以前也沒有這樣剃過頭 我們可以發現後面這一塊 跟後面這一塊被削掉了 還是說習近平你是想要留清朝的辮子 所以後面有一條這樣子 我不知道耶 除非是這個地方需要開刀 對吧 而這個地方需要開刀 你為了這個美觀跟對稱 你這邊也必須要剃 而網友放大截圖來看 我們陰影可以看見有一條 深褐色的 疑似傷疤的 這個痕跡 當然我們先假設這真的是傷疤 沒有什麼光線 或是什麼畫質的影響 或是鏡頭的影響 我們先撇開這些不說好 那下面就有網友回啊 這是耳後開刀啊 我家人也開過 也是剃髮剃那個位置而已 三叉神經異常 導致面部肌肉失痕 所以開刀治療 那有些網友反駁說 就算開這邊也是算開頭部啊 開頭部不是都要全剃的嗎 那我也上網查了一下 確實啊 如果是開這個地方 確實只要剃這裡而已 更何況 我們假設習近平真的開刀了 那也不可能剃個大光頭出來給全世界看 習近平頂一個大光頭然後見蘇共主席 那全世界都可以證實習近平身體出狀況了 他不是頭部開刀不然就是化療 對吧 所以能在不剃的情況下盡量不剃 如果是局部的話 二十幾天其實夠長出這個地方三分頭或五分頭 而傷疤也可以較為蓋住 你剃個大光頭怎麼蓋啊 一看就知道你化療 或是你這個做開路手術 當然我還找到一種治療三叉神經的方法 叫做加碼刀治療法 這是不需要開刀的 十二年前台灣就有相關的療程 但是這個取決於實際情況判定 那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後 接見了義大利總理 並且也參加了前月共主席的告別式 對吧 那這些通通都被延後發圖 因為要修圖潤色一下 那我想應該多少有些關係啊 可能是氣色真的已經很差了 對吧在開刀前 這個睡不好老是水腫 這個氣色也不好 明顯有這個病態 所以需要修圖 但是習近平消逝的這二十一天內 有可能就是去做了這個手術以及禁癌 而因為先前也答應了各種國家元首接待的行程 所以習近平不得已出來接見月共主席 當天他可能還沒有休養完 所以現場就是遠景藏鏡頭 那禁景或是特寫都是要過兩三個小時 確認過之後 修圖過之後才發出去的 估計習近平那天的氣色跟精神應該還沒完全恢復 所以這樣子搞 如果依據習近平真的生病的話 合理推測是這樣 那畢竟這次習近平消失的時間確實太久了 不是身體出問題就是權力談判 但是在世界的另一頭 昨天中國總理李強到訪了俄羅斯 並且提到了中俄雙方的友誼如何如何 在習近平主席跟普丁總統的戰略引導下 新時代的中俄關係 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兩國政治互信更加牢固 等等等等 那我們注意到這個情勢是這樣子 在俄國現在被反攻的情況下 中共國還派總理出訪俄國 而這個是受了俄方的邀約 而不是中國主動提出的 所以這代表什麼呢 要俄國加碼 否則我中國要放棄你 還是我中國全力支持你 畢竟你傳喚我我必須得到 因為俄國被打垮我就是下一個 又或者是說 李強因為習近平被政變被降空了 他沒有權力了 我代表後面的新政府 來去跟普丁談 我要親美了 你滾蛋吧 你別再拖垮我們了 讓我們一起被你抵制 你還把我們的銀行 跟我們一些地方做成白手套 我不爽啦 你覺得有這個可能嗎 在我看來應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如果要這樣搞 可能是中國要主動提這個邀約 而來的人可能會是 俄國的代表 你們覺得有這種可能嗎 現階段來說 那看來習近平在這次的 北戴河會議上 還是取得了勝利 如果習近平被架空 被鬥垮 甚至被軟禁 那第一個我們能最直觀感受到的是什麼 外交層面 不然你們政變習近平的意義在哪裡 不就是大著習近平在倒行逆施 跟北約還有西方國家交惡 讓中國的經濟大不如前 所以這個時間即便你奪權了 你怎麼可能繼續 輕而反美反日呢 而且我覺得也蠻搞笑的 越南主席前幾天接見習近平 在越南自己的官方提到的是 越南不會成為任何一個國家的代理人 去鬥爭另外一個國家 去侵略另外一個國家的領土 結果中國官方直接簡化成 越南堅決獨立自主 僅此 那你就要知道為什麼這樣搞啦 因為越南跟中國在南海 也是有領土領海糾紛的 所以越南說的 不成為任何人的代理人 去鬥爭另外一個國家 不僅僅是說歐美或西方 也是說中國 是吧因為畢竟 越南跟美國沒有直接的領土糾紛 但是跟你中國是有的 所以在面對這種絕對利益之下 真的不好說 而中共為了面子 所以直接簡化 越南堅決獨立自主 你是不就是在講廢話嗎 不然越南還是你大明朝的一部分是吧 所以在這種模式之下 我認為習近平目前 還是大權在握的 我們還可以從教育層面 來發現習近平並沒有被政變成功 看啊8月21號 也就是剛剛5點34分的消息 福建大學報導出一篇 我們展開實踐習近平文化思想 福建溯源的活動喔 福建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實踐地 所以啊 我們都要圍繞了習近平的思想 去做這件事情 不僅在福州 泉州 晉江 寧德 通通都展開了習近平的研討會跟主題展 你看從7月9號開始 一直到現在通通都有 這些模式 包含了三中全會期間 還有北戴爾會議期間 對吧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圖片寫 習近平與 大學生朋友們 第二卷 證書儀式 如果 習近平已經被證變成功了 哇那 福建這幾個大學必須 校領導 校委書記要出大事 你政治戰錯隊了 我相信從這個毛時代 鄧時代 甚至江時代 你政治戰錯隊的下場 都不太好過 當然這個是有分這個輕重的哈 所以啊 我看來習近平還是沒有被證變了 但是大家還是不要失望了 我們就等到2035的那天 我相信那個時候的小粉紅過的一定是 非常的幸福 反正過得慘不慘的 嗨 我相信最直觀的感受應該是 你嘛 因為 我們不是中共國人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內容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 掰